我講一個故事給各位聽 來 印證說 四輝當年變 進退習近視覺 喔 家兄啊 他曾經有某一位修行人要請他幫忙 喔 那個修行人耶 福報很大 福報很大 非常的大 很大 但是說非常大 也還不至於啦 就是還算不錯 就是有一定的一個影響力 那時候他請我這個家人去跟他講說 他說你來當我執行長好不好 我跟你言言之明 你來當我執行長好不好 你知道我那個親人跟我講一句什麼話 他考慮了半天 他畢竟這幾年修行還是有功夫啊 有定功啊 他會觀察日圍 這個觀察日圍很重要 我們前面講隱微處啊 莫現莫飾 casos 莫現莫隱處 要知道你有知會就看了出來 所謂的那個很微細的地方啊 你沒有知會 你就眼睛粗心大意 喔 過去就不知道啦 那我哥就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我想了很久 考慮了很久 我覺得我還是不要去攀這個園 為什麼呢 因為後來他太太給他提供一個很好的建議 他說你在家好好地修 看進攻法師獎金這樣就夠了 年紀也七十幾歲了 不用再去崩潑了 如果這個年代碰到應光大師這樣 應光大師跟你講 你在家裡好好用功讀書 有人在應光大師 有人在跟應光大師講說 應光大師啊 我想在讀金剛經 我要在讀法華經 我要讀楞嚴經 應光大師說來不及了 直接寫信跟講你根本來不及了 夕陽西下了 你沒有時間研究那些大經大論 你就一句佛話則到底 其他不要再打閒岔了 你去看應光大師 都這樣講 我哥哥沒有碰到應光大師 他也沒有幾乎碰到進攻法師 他只看進攻法的獎金而已 他智慧就會生出來 他就知道事到則進 揮到 當時切子跟我講這句話 他說 我覺得我還是不要去 為什麼 事到則進 揮到則退 結果 話講不到一年多 那個人出事情了 台灣都駝條新聞 出事情了 我那天跟我這個親人講說 哎呀還好你沒氣啊 如果你氣的話 你這輩子下慘了 你根本跳到黃國都洗不清啊 你怎麼辦啊 你變成工業啊 他說對啊 我當時有跟你講一句話 事到則進 揮到則退啊 你看吧 救了他 所以有時候跟各位講 有時候 老法師講說 你一定要多聽道理 多聽聖賢的道理 多了解佛經的這個道理 你了解了以後 你才有辦法看破跟放下 你沒有了解 你沒辦法看破跟放下 那麼這一段呢 這一段我大概是這樣做一個分享 那麼